这个问题倒是能够解决 前辈能布置这个针法吗 萧炎感激不尽 说着 萧炎充满敬意地为五天鱼欺查 其神圣的真诚 却让五天鱼之前对萧炎的反感消散了不少 当然 因为萧炎是尊上转世的缘故 打破了五天鱼心中的幻想后 始终令他无法释怀 可以 五天鱼直接点头答应了萧炎 多谢了 萧炎当即便是拱手抱拳 对五天鱼致谢 倒是暂时解决了斗地大陆的安危 不过 从长久之际来看 萧炎想要真正解除斗地大陆的危机 恐怕从根源上 还是要真正将斗神联盟夺回 对斗神联盟进行重整 彻底由他掌控后 或许方能彻底解决 但金泰威的实力却是太过强大 就连元神分身都无法和他对抗 想要夺回斗神联盟 那么金泰威便是关键所在 想要灭杀金泰威 除非萧炎踏入不朽 加上元神分身 兴许倒是能和金泰威一战 当然 还有一种方法 那就是让萧炎 拥有九具强大的分身 然后再通过宿命之术 整合力量 战胜金泰威 也未尝没有可能 不过这些方法目前看来 都还需要时间 萧炎也很着急 但是着急是没有任何作用的 唯有将每一步 都走得更加稳固坚定一些 只能尽可能地 让自己尽快变强 喝着茶 雷柏露出疑惑的眼神 看向了萧炎 而后开口问道 孙畅 你不是夺射了仙魔老祖吗 以仙魔老祖的肉体力量 解决金天龙应该不在话下 萧炎苦笑一声 便是回答道 仙魔老祖的肉身的确很强 可前提是 顶身状态的情况 躲射之后我才知晓 仙魔老祖 实际上在和你们对战的时候 他也已经濒临极限 肉身更是满目疮痍 几乎没有了战斗能力 雷柏和五天鱼文言 都是有些惊讶地看向了萧炎 看萧炎的眼神 的确也不像是在欺骗他们 毕竟他们抵达之时 萧炎差点就被金天龙给杀了 说起来 雷柏兄和女武神前辈可知神兮世界之中 哪个借空链单最强 或者哪里有能够修复肉体的单方 萧炎问道 仙魔分身的状态 也是让他十分头疼 毕竟 只要能够让仙魔分身肉身力量恢复 萧炎的战力 会提升不止一个档次 至少在施展三色浮怒火莲的时候 不至于连他也被炸死 雷柏天宫 雷柏和五天鱼一口同声道 二人同时脑海里迸说了一个名字 雷柏天宫 萧炎倒是第一次听说这个名字 嗯 位于南陵虚无之中 是一个独立的借口 据说 汇聚着神兮世界最强的炼药石 什么神丹妙药都不乏其中 想必 其中也必定有修复肉身的丹药存在 雷柏点点头说道 显然这个灵耀天宫的名头相当之大 南陵虚无 萧炎沉吟 在此之前 萧炎已经前往过了斗参联盟所在的东运虚无 以及斗地大陆所在的西海虚无 当然还有最为神秘的北明虚无 而这南陵虚无 萧炎倒是还没有去过 南陵虚无 乃是这四个虚无海当中最为庞大的虚无海 其中蕴含着众多借口 最说在名声上 分出过五大上等借口 可实际上 这南陵虚无当中 还有着诸多强大的借口 更是完全不属五大上等借口 他们隐藏其中 隐藏南陵虚无 比起北明虚无的神秘程度 也是相差无解 雷柏继续解释道 萧炎闻炎眉头微重 因为按照萧炎的计划 此番回归斗地大陆之后 夺得了灭虚天雷 下一站应该便是前往北明虚无 前往冥界 寻找无畏战队的大家 可眼下的情况 萧炎反而是犹豫了 他不禁问自己 以现在自己的实力 即便是重新整顿五位战队 究竟是在保护他们 还是在害他们 因为自己的弱小 差点连斗地大陆都连同毁掉 所以 眼下变强才是真正的关键所在 至少现在 萧炎需要仙魔分身的力量 所以 恢复仙魔分身 萧炎放在了守卫 并非是他自私 他只是想拥有足够强大的力量 唯有这样 在重整无畏战队的时候 萧炎也拥有力量保护大家 灵药天宫吗 那便去看一看吧 萧炎难难道 修炼 倒是让他的炼药术显制了太久 可以萧炎的灵魂之力和炼丹手法 也绝对算得上一个顶尖的炼药师 当然 至少萧炎至今为止 还没有遇到过什么更厉害 让萧炎都感到震惊的炼药师 你 也是炼药师 伍天宇有些好奇地打量萧炎 眼枪算是吧 萧炎笑了笑 简单回答 仙魔老祖这种肉体 恐怕需要强大的炼药师 才能炼制出来能够修复肉体的丹药 即便你去了灵药厅宫 就算拥有药方 也是一件相当棘手的事情 伍天宇柳眉微皱 他倒是真的相信 萧炎只是一个普通的炼药师 走一步看一步吧 我运气一向都不错 萧炎笑了笑 伍天宇看着萧炎自信的笑容 也是有些哑然 不瞒你 正好 我们此番也要前往南陵巡舞 北百又看向萧炎说道 哦 也是去灵药天宫吗 萧炎问道 雷百摇了摇头 便是说道 不是 和这次一样 要去解决一些麻烦 萧炎眼神威眉 沉吟些许后 再低声开口 入侵这马 一起入侵 现在更可怕的是反叛 雷百笑容消失 表情也是逐渐变得严肃起来 现在这些事情由我们来打理 你身为尊上的转世 提升实力才是最主要的任务 南陵巡舞之中 倒是有一个修炼的好去处 乃是提升实力的绝佳之地 正好这一千年是开放时间 不妨可以去试一试 雷百缓缓地说道 五天鱼 则是用一种古怪的目光 打量了一眼雷百 五天鱼 他也是因此而出名 应该至今为止 他的战力 还在其中排行第一 雷百看向了五天鱼 继续说道 你让他去杀伐天 五天鱼有些惊讶道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